我們就是把那個上個禮拜本來是人工輸入 輸入完輸入負一就結束了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輸入的人非常的多 假設有十個二十個三十個甚至百個千個的話 那這個時候最好是用檔案讀取 那當然我們工作上常常會遇到就是說 你的檔案可能從什麼資料庫、ERP、網頁等等的 各式各樣檔案CSV等等檔案讀取來 然後你要做後續的處理 那該怎麼處理 比如說我們以一個比較常用的一個檔案格式TST好了 那這個TST如果你要讀取很簡單 就Open 然後後面跟它講說你的路徑在哪裡 然後後面再加一個R R的話就是它的模式 後面當然你可以改成比較常見的 你可以把它改成W的話 顧名思義 R的話就是讀取模式 W是寫入模式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常見的就是A A是什麼呢 特別注意 W的話是寫 但是如果你假設你不斷有資料過來的時候 那你可能再寫 可能會把前面的資料蓋過去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要複寫 而是要怎麼樣 而是要寫之後呢 再寫到它那個檔案的後面 OK 那你就要記得A模式 那這個A的話 實際上就是所謂的Append Append就是有沒有 我們先那個 那個串列裡面的那個方法 Append把它加到底下去的意思 OK 那今天的話如果我要讀的話 就是W模式 OK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 所以F等於Open 後面的話就加上它的路徑 當然如果你假設是在同一個路徑底下 沒問題 就是直接寫這樣就OK 但是如果你假設不在同一個路徑的話 你可以把上面的路徑複製下來 然後把它接到哪裡 接到這個前面就可以了 記得喔 還有一個反斜線 也就是說呢 我給它一個叫什麼 絕對路徑 剛剛是相對路徑 那現在是所謂的絕對路徑 差別在這裡而已 OK 不過後面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反斜線有沒有 因為它是一個拖曳次元 所以如果假設你加這個拖曳次元在這邊的話 可能會發生錯誤啦 OK 舊的版本會發生錯誤 舊的版本你一定要變成怎麼樣 拖曳次元我前面講過嘛 你變成你要加上什麼呢 再加一個反斜線 也就是說你這個地方有沒有 你變成說你要再利用拖曳次元的那個用法 前面必須要再加一個反斜線 反斜線 OK 才會是正確的 OK 所以我發現後來的新的版本好像不加也可以 等一下我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用的是舊的版本會需要加 但是現在新的Python版本 印象中好像不加這個反斜線它也可以過 不過我們可以再弄弄看 第一個開檔部分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開完檔之後呢 它就會產生一個物件 就是把這個檔案讀到這個物件 這個f的物件變數裡面 這個物件變數裡面 你可以用幾個方法把它讀出來 當然呢 最常 假設你要讀取的話 第一個常用的方法就是什麼 就是叫Read Read的話 顧名之一 可以嗎 就是全部讀 那如果假設 你如果只要讀一行的話 有沒有 如果假設 這個TST呢 我只要一行 因為它只有一行 所以你可以什麼 在後面加一個ReadLight 另外的話呢 如果說你這個 這個檔案裡面不只一行 你有很多行的話 你可以叫什麼 ReadLight 有沒有 所以Read基本上 最常用的有這三個方法 Read全部讀 ReadLight讀一行 ReadLight讀很多行 OK 但是特別注意 Read跟ReadLight 它讀過來的資料 都會是串列 都會文字喔 那如果你ReadLight 它讀進來的 因為它會很多行 所以它怎麼辦呢 它會讀回來的 會幫你把它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ReadLight它回來的東西會串列 也就是把一行 放在一個串列的一個位置 第二個位置 第三個位置 OK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因為我們現在的資料 只有一行 所以喔 其實兩個方法 像剛剛的ReadLight 或者Read都可以啦 我上禮拜好像用到 用到比較簡單 用Read Read就全部讀 讀進來的話 所以假如說 如果我要把那個檔案讀進來的話 你會發現 用Read F.Read 前面加一個變數給它 S 把這個Print出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 它就會幫我把資料讀進來 那這個資料 基本上就是這個什麼資料 就是這個資料 它把這個資料讀進來了 沒問題 OK 但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並不是要這個字串 它一串東西 我沒辦法計算 所以需要怎麼樣 需要把它切割 有點像是 這個概念有點像是 如果你要計算的話 你假設在哪裡呢 在那個Excel裡面有沒有 當然你在Excel裡面 如果你要計算的話 假設這個中間 是一堆的痘點的話 當然你如果要把它加總在一起 一定是沒有辦法 所以你可能會需要用到什麼功能 資料裡面不是有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有沒有 然後資料剖析不是有分隔符號嗎 按照什麼 按照豆點有沒有 把它隔開 下一步 然後 目標儲存格的話 假設放在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 它就幫我把這些資料 剖開放這邊 有沒有 實際上 在Python的概念也是差不多的 只是說用 我們在這個地方用 資料剖析喔 那在Python呢 就是用一個叫Split的方法 那切割回來的話呢 可是呢 資料剖析它幫你切割回來 會是數字有沒有 為什麼數字 因為它靠又對齊 可是如果在Python裡面 Split回來的東西喔 它會放在哪裡 它會放在那個 它的形態會是文字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要切割的話 那我可以再怎麼樣 再把這個資料 後面再加一個 就是S S這個字串喔 我可以引用一個 很常用到一個叫Split 那你打一個S就出現了 那Split的話呢 其實在裡面喔 直接跟它講說 我要切割喔 那切割它會問你說 你要用 什麼當成分隔符號 那你可以在這個Split裡面呢 就放一個豆點就可以了 OK 這個 記得喔 那個豆點不要用全形的 這樣用全形就不行 因為這個裡面豆點是半形的喔 那前面的話呢 我把它 用一個什麼 用個Split去切好了 Split 幫我切完之後喔 幫我放在Split裡面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喔 我們就把它Print Split 把這個Split 幫我Print出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Print之後的結果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喔 你會發現喔 它當我切割了 而且是放在這個串列裡面 但是另外我剛剛講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喔 它前後會有單引號 那這個單引號的話在Python喔 表示說呢 它不是數字 所以如果不是數字 你要計算很抱歉 你不能說喔 我要Split 把它加總 沒辦法 它文字怎麼加總 所以喔 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假設喔 我希望把這裡面的所有資料 通通都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數字的話 有沒有 你還想說 老師我知道以前 我們不是有學過轉換字串嗎 那你想說怎麼轉換 很簡單嘛 外面加一個INT 前刮符 再加一個後刮符 你想說 那不是把它INT一下就好了嗎 那可是你會發現執行結果會怎麼樣 執行 各位可以看到喔 它這邊的話呢 它會出現錯誤 那什麼錯誤呢 它會跟你講說 Type-A 那為什麼Type-A 其實喔 應該可以猜得到吧 也就是說呢 因為這個串列裡面喔 不是只有一個文字 它裡面的話 是有多個文字 那如果你要轉的話 你不能說 我要一次就轉 它沒有支援這樣 理論上當然喔 應該是可以這樣做啦 只是目前它不支援 如果我說你要轉型的話 你只能夠 一個串列裡面的單一個索引值 你必須要個別一個一個的去轉型才會正確 否則的話會出錯喔 它這邊會出現說 你這個引數不對啦 OK 你不能是一個list 那怎麼辦呢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就需要想一個辦法 如果我要轉型的話 那我假設啦 我要單一個 比如說我現在轉第一個 那第一個的話 怎麼把第一個叫出來 特別是喔 中國阿虎裡面不是 我把它放0好了 那0的話實際上指的是哪一個 0的話應該指的是89分 所以如果我假設說我把89先拿過來 假設我先轉一個可不可以 我們試一下 比如說0 0的話是89 那我把int再print出來看看 會不會結果會是89 那各位可以看到得到就89 也就是說呢 如果假設我希望 一個一個的把它讀出來之後 再一個一個把它寫回去 那就把它全部轉換就OK了 那我要怎麼樣一個一個把它讀出來 一個一個再寫回去 這裡的話呢 當然我們會需要一個回圈 所以喔 底下的話 你可能要想一個辦法 全部讀出來 那所以喔 全部讀的話就for 前面講了for i in range 那這個range的話呢 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你的那個範圍應該是哪 哪裡到哪裡 那這個範圍指的就是scope本身的什麼 它的所影值 那一樣從0開始 所以0 到底 那這裡面有幾個 你會發現這個陣列有沒有 它把它切割完之後 這個是0 這個是1 2 3 4 5 6 7 8 9 所以呢 它的所影值一定是哪 多少呢 應該是0到9 有沒有 那total總共幾個呢 總共應該是0到9 所以應該是10個 所以呢 假設吧 我0到9 要分別把它讀出來的話 那當然頭是從0 那尾巴到9 可是這個後面是需要stop的位置 平止的位置應該 所以進來最簡單的方法是 其實說輸入10 那10怎麼樣表示最簡單 其實喔 以後你們可以記一個類似的公式 全部讀取的話 你可以用L1N 再括弧 把這個scope放進來 意思就是說 這個串列裡面到底有幾個 那回來的話 0到9 總共10個 所以0到9 剛好就10 所以這個有一個固定用法 大概就是這樣寫 然後冒號 幫我把它全部讀出來 讀出來 要做什麼 幫我轉型 那怎麼轉 轉的部分的話呢 可以利用什麼 就是這一行 有沒有 把它放在這裡 幫我把它加一個INT 那把0的部分改成I就可以了 從第0個 第1個 一直到第9個 然後轉完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丟回來 那丟回來很簡單 你就在前面 再加一個它原來的位置 把它寫回去 那寫回去的話 只要中間加個等號就可以了 幫我把它轉換成INT之後 再幫我寫回到原來的位置上面去 這樣的話就轉完了 OK 所以也就是說 它這個部分全部轉完的話 它會先怎麼樣 先把89的文字 先讀過來 讀過來轉完之後 變89的 沒有這個前後單引號 89 再把它寫回去 寫回到哪裡 原來的位置 那一個完了之後換下一個 一直到80分為止 所以呢 假如說我最後 要把這個結果print出來的話 那你會發現 最後把這個 我把它print 把它放在底下 它原來 我先這個地方 先print的是 它沒有轉型之前的scope 那底下的話呢 再加一個什麼 再加一個轉型完之後的scope 那我們可以把它比較一下 OK scope 那你可以看到 轉之前 轉之後 這個print 把這個結果print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轉之前是這個 也就是前後是有單引號 表示說呢 它切割 因為split之後 它會是文字 那轉型完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全部都轉成數字了 欸 所以喔 如果轉成數字之後 那後面就簡單了 因為我後面如果要計算 加總 平均 最大 最小 那後面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第一個檔案讀進來 然後再切割 切割完之後呢 再做轉型 轉型之後 最後print出來 確認一下呢 這個裡面的資料 已經被全部轉換為數字之後 那後面我們再來 把它 後面要 需要做的 比如說幾個學生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最高分 總分、平均、最高、最低分 那就可以把它全部做輸出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